大家好,我是小同学 上期视频我们装了userscripts脚本的插件 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应用过 去实际装一个插件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本期视频就以这个安乐的登录界面去做一个演示 可以看到了这个安乐的登录界面呢 我如果不太喜欢这个样式想改一下 那我们可以用Theme Park它的样式 这个是Theme Park它的登录的样式 对于安乐的来说有这几种 有这个Alene外星人 还有下面这几种 那我们就用它这个样式来去添加一下 用这个userscripts插件 我们首先点击它这个脚本的连接 然后进入这个GitHub这个CSS样式 不是CSS样式是这个脚本 我们把它这个脚本全部给复制下来 然后到我们这个安乐的这个界面 先登录 然后在插件里面 然后在设置里面 找到这个userscripts 然后添加一个脚本 名字我们就叫loginsteam吧 OK 然后去编辑这个脚本 把我们刚才复录的粘贴进去 粘贴进去之后呢 它上面前面这几行 就是它的样式 我们就去修改 第一行呢 是它的这个类型 它这边是有三种 这个对于安乐的来说是有这三种 这个外星人还有前面这个 还有这个 就一共有三种 那我们就选moin的这个就不变了 你可以改别的去看一下效果 然后第二个是主题是grunt 是绿色的 它这边应该是有红色 蓝色 黄色 橘色 这几种 然后moin是绿色 我们就与绿色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第三个呢 是这个域名 域名就是moin的simipark 如果你想不知道本地的话 你可以把所有文件 依赖的文件都下载到本地 然后用你自己的域名去访问 这里改成你自己的域名 然后添加js true moin是 true 然后js这个文件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开关 这个很关键 这个就是关闭这个主题 然后moin它的直视 fault就是启用 启用这个登录界面 如果我们不想用它这个登录界面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tru 这样的话就回到原始的登录样式 那现在这样就可以 我们就是保存 保存之后 因为它这个每次开关机都要失效 每次关机在开机都要失效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设成 让它在每次正列启动的时候 或者第一次正列启动的时候 去执行一下 就可以了 不需要每次每天反复执行 只需要开机的时候执行一次 我们就可以选择 在第一次正列启动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 我们先应用一下 然后呢 主动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可以看到它的提示 你设置的是这个绿色的这个主题 然后添加js 然后启用主题 然后下面都启用成功了 js也已经添加了 然后就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效果 先退出 右下角这里去退出 退出登录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就已经可以了 它这个背景呢 是会闪烁的 就稍微在颤抖 还有外星人的几个主题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再登录 然后再到设置脚本里面去 我们换一个主题看一下 把这个green改成 我们先看一下样式吧 green 还有embre red blue white 改成blue 看一下 蓝色 保存 然后再运行一下 然后再退出 现在这个已经是蓝色的 可以看到它的加载是有点慢的 所以如果你嫌它慢的话 你可以把它部署到本地 就会更快 好 那我们颜色就不搞了 我们看一下别的另外两个样式 还是设置脚本 然后编辑它 蓝色的我们就不变了 还是蓝色吧 然后第一个类型 类型第一个是那种的 我们改成另外一种 改成alien 就是外星人alien 再保存 再运行一次 好 再退出 这次就不对了 这有点不对劲 我可能是写错了 我们具体看一下它的名字 到底是叫什么 是不是alien 是大写还是小写 好 原来是alien它不仅类型也要变 它下面这个cls也要变 howway 我们改成howway 编辑 然后改成howway 这个blue已经没有了 保存 然后再运行一次 退出 现在这个就可以了 它多了一个背景 图片背景 下面这个字应该是没有的 我可能哪里还是不对的 你先不管了 我这个视频可能就有点啰嗦 就是主要还为大家能听懂 能知道它的原理 好 那这个演示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应该都懂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官网 它的演示 这个外星人的这个主题 它颜色是不变的 都会绿色 只是背景这个图片有变化 然后另外一个forwardou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的样式又不一样了 有这六种 都加的有点慢 好 那总的来看呢 就只有这三种样式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 它有绿色 红色 蓝色 白色 跟黄色 这五种样式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登录框是不变的 但它背景图片是变的 这种我不太建议用 因为它这个图片 加载还是挺慢的 毕竟图片比较大 然后第三种是这个forwardout 这个看起来好像还可以 这个呢 它前面也是不变的 但是后面这个背景呢 有线条的 有这个网格的 有这种样式 这个应该不是图片 应该加载会快一点 那整体配置呢 其实就 就官方的这个脚本 复制过来之后 你就改一下这个css 把需要自己 需要用的改一下 并且呢 可以自定义 这个就是自定义 然后呢 这个名字呢 改一下 名字就是只有这三种 alien fallout 还有这个retro 成名了 然后这个就需要改这两项就可以了 然后阵列启动时运行就ok了 好 那关于这个改这个unray的登录界面 这个东西 大体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雷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就会想说 请稍微不开 我这条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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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